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介绍刘律师来着 我跳得太快了 来 刘律师 给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 是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回到这个刘强东这个案子 既然是我们请了刘律师过来 就必须要讲案子 2018年12月21日明尼苏达当地时间下午2点50分 明尼苏达亨内平县检察官宣布经当地警方彻底调查 以及处理性侵案件的检察官审查 将撤销对京东CEO刘强东的性侵指控 我们在之前就知道明尼苏达检察官 他是以一级性犯罪的罪名指控刘强东 但是我们今天根据检察官给出的最新情况 那个供词表示说是男女双方自怨 好了 这里面我想问刘律师 你看 从一开始 一级性犯罪如此重的一个罪名 突然间变成了男女双方自怨 这是三个月以来的 有点出乎大家意料的一个调查结果 我可以这么说 那您怎么看呢 看了这个转变 这点可能出乎大家意料 但是没有出乎我的意料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之前就一直就讲说刘强东这个事件 有没有性 有 有没有亲 没有 换句话说 没有性侵 没有强奸 为什么呢 回答主持人的问题 我可以用四个字 非常简单 简短的来概括我 因为我 料事如生 当代诸葛亮 对 律师行 对不对 未卜先知的事您多了 对 是的 当然也有 偶尔也有老马尸体的时候 对 所以现在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是这样 因为在美国定罪的标准很高 他定罪的标准呢 我们叫做beyond reasonable doubt 什么意思 就是换句话说 就表示刘强东强奸 这个事 坐实了 没有其他任何的疑点 没有疑点 罪 才能够定 对 那么下面问题来了 很多人说刘律师 那计人是这样 为什么当初要抓他呢 对吧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抓人的标准 不是没有一点 不是铁证如山 抓人的标准呢 我们叫做probable cause OK 也叫reasonable suspicion 什么意思 合理怀疑 合理怀疑 标准很低 铁证如山 没有一点标准很高 所以第一的标准达到了 老刘就不幸被抓了 拍了照片 对 然后穿着这个orange jumpsuit 对吧 其实老刘现在可以呢 在网上京东 可以卖他当年穿的这个orange jumpsuit 这个橙色的球服 我觉得一定会火 然后呢 刚好呢 把这个花掉律师费也赚了回来 对吧 损失的股价 花掉律师费赚了回来 所以呢 当时他被抓的时候呢 我就一直这个 阐述我的观点 对 有没有信 有 有没有亲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听我慢慢道 这里面呢 有几点 第一点呢 就是根据最新的事实表示 对的 事实表示呢 当时 这个当时女主 被叫到 被叫去喝酒 对 叫去喝酒呢 这里面呢 他提出最新的一个事实 就是说 其实他并没有叫她坐在 刘强东旁边 对 这里面他提了一点 对 那第二点呢 就是说 他们在进入这个女生住所之前 当时呢 旁边有证人 看到说他们呢 举止亲密 很像是恋人 对 所以当时呢 我一直在讲 人家说 女学生嘛 对 女学生 当时呢 就当时是一对华人老夫妇 对 并且看到 目击者 目击者 就是用为什么呢 如果呢 是男女之间 你情我爱 互说悄悄话 什么可能 边说边接吻 这是一种状态 对 这种状态呢 其实是比别人可以感觉到的 第二种呢 就是说 心不甘情不愿 可能呢 就是大声拉扯喊叫 说你这个臭流氓 你要干什么 我要报警 对 你那点臭钱 我根本看不上 对 对吧 我卖意不卖身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换句话说 不但是他们讲的话 他们的这个音量 他们当时的举止动作 即使虽然 可能呢 当时月黑风光 风高 这个可能具体做什么 看不到 但是呢 他们这个之间的互动 这种感觉是感觉的 暧昧的因素 对 暧昧的因素 是你情我爱 那还是 心不甘情不愿 还是临死不愿 对吧 所以呢 当时呢 是感觉到的 其实当时呢 这对老夫妻也讲了 所以他们当时呢 感觉是 觉得一对是恋爱中的男女 对不对 所以是第二点 第三点 第三点呢 是 这个女生的这个门呢 这个门禁啊 她呢 是要她这个卡才能进去 一般来还根本进不去 对 除此之外 因为当时开车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女生住在哪里 是女生主动输入这个地址 才可以去他们家 去女生家里 对吧 就换句话 这个女生完全可以讲说 这个太晚了 这个你们 第一 就是说你们不要送我回家 我可以朋友送我回家 是的 不之前安排好了吗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 把刘强东 带去他们家 不用上你的车 就第一 不用上车 第二 也不用进宿舍大楼 不要进他们住的 那个地方的大楼 对吧 所以地址是女生输的 这个门卡 是女生拿的 就换句话说 这个女生是对于刘强东 带到他们家里 这个女生不但是知情 就换句话说 这个女生是 不但是心甘情愿 不但是知情 并且呢 是主动 引狼入室 换句话说 如果是主动 其实就不叫引狼入室 而是干财烈祸 对吧 男欢女爱 是的 是的 因为当时 并且来目击证人 所以说 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女方 其实当时并不像 那个外面描述所说的 被灌罪了 她应该是 保持一定清醒的 是这个意思吗 对 这里面有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第一 东哥没罪 第二 这个女人也没罪 都没罪 装罪 对 有没有装罪 不知道 但是呢 至少呢 就是说 她可以呢 很清楚地 把弟子输进去 拿门卡进去 那表示这个女生 即使醉了 也是微醉 微醺 微醺 并且这个醉呢 可能不是喝酒喝醉的 发现说 站在我身边呢 想不到 就是盖世英雄 刘强东 对吧 今天晚上 我跟盖世英雄 就要做一夜夫妻 就有露水姻缘 对吧 这个种可能性 有没有存在 是有可能的 对吧 而且还可能 还可能搞不好 要一笔风口费 是的 不但是一笔 可能是一大笔 太大了 让我们东哥觉得说 You gotta be kidding me 对吧 对 是这样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所以这个 这里面呢 有很多的疑点 然后这里面 我们现在讲了 第一 喝酒的时候啊 女生 东哥并没有叫女生 坐在他旁边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这个上车 对 上了车 是女生 把她自己的地址 输到导航椅里面 第三 进大门的时候 是女生把这个门槛拿出来 第四 并且呢 他们这个举止动作 目击正能看到 他们举止亲力 对吧 是完全两相情乐 像couple 对 像couple 对 然后呢 第五 他们进去的时候 这里面提到呢 就是东哥呢 还洗了澡 对吧 那女生呢 为什么当时不跑掉 嗯 嗯 是不是这样 对 然后呢 不但这五点 更重要的点是什么 后来报警之后 警察来了之后 这个女生说 没事的 嗯 误会 先是把 警察回去了 对 对吧 但突然到后面 第二天她又 对 后来呢 第二天这个女生改变主意 说我被强奸了 谈判未遂 变成我被强奸了 没谈妥 对 第六点呢 所以呢 我们这个 王思聪 王书记 虽然年轻 一针见绪 对吧 也是老师这样 没谈谈妥 对吧 进了举止 什么都谈明白 是这个意思 可能呢 给我们感觉 王书记呢 也是身经百战 过来人 最后呢 死里逃生 所以知道这个 设置头上一把刀 对吧 又可能东哥是创业 抠 王书记 富二代 他扩 他没有这么多拿法 东哥 我绝对不能说抠 说明我们东哥情节 对吧 他讲 我当年卖小铁片 一个算了两毛钱 你先开口200万美金 你别开玩笑吗 我得买多少铁片 就是啊 对吧 实际上东哥这个 我觉得不是空 是表示呢 虽人富贵 但是呢 生活简朴 对 对不对 作风好 对作风好 对吧 生活简朴 就是说股东 你们需要东哥 这样的来掌握 为什么 他钱不会浪费 对 对吧 所以呢 这个 这个事情呢 是这样 为什么这六大疑点 非常重要 因为呢 你如果要 罪名成立 要定罪 那么表示 不能有任何的疑点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对 刚才我跟大家 粗略 数了一下 至少有六大疑点 这六大疑点 任何一个疑点 最后 都会 成为检方 这个官司输掉的理由 对吧 那检方觉得说 如果一道关要过 那么 我可能过去的 可能还比较大 对 这道关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可能就 检控了 因为检控到最后 你一定要赢满的官司 输了的话 检查官也很丢脸 那觉得说 当时搞得风大雨大 结果还输掉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因为打官司呢 一定要赢的 所以一道关 要过 可能性还比较大 第二道关 可能性减少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打到最后 强奴之末 可能第一 如果过了 第二可能过不了 第二过了 第三过不了 第三过了 第四过不了 所以刚才我提到 就六个 对 那么很有可能 到最后 根本到不到第六个 所以 就换句话说 检察官如果 决定检控 最后书面很大 所以检察官觉得说 我们还是 不要鲁莽 实时务者为俊杰 那么根据事实 来说 虽然他们有性关系 但是 有性无情 不是性侵 所以我们决定不检控 决定不检控 是不是表示 这里面给大家 郑重声明 东哥没有 强奸 这个女性 不是 只是表示 如果要定罪 这个标准很高 检方觉得达不到 所以建好就收了 对吧 悬崖 关系一定是发生了 关系一定是发生 这件事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如果关系 没有发生的话 我觉得检方 也没有 reasonable suspicion 也没有当时 就换句话说 他没有合理的怀疑 有性侵 如果性侵没有 怎么可能有亲呢 对吧 有亲的前提 一定要有性 然后再决定是亲 是表示是霸王 硬上弓 是女生临死不从 男的要硬上 还是干财烈火 你来我往 对不对 这是第二点 所以第一点 他性肯定是有的 这里没有疑问 并且还有什么 当时还有床单 对吧 作为重要证据 作为重要证据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说 你把我床单弄脏了 对吧 你需要给我换个新床单 东哥一想 我们京东网上床单 现在没有打折的 全是原价 东哥觉得过了 对不对 所以说你等一等 等到新年 等到圣诞节 maybe Christmas 对不对 然后on clearance的时候 70% off 我再给你整两次 就你说我等不了 对吧 你上床单怎么付呢 还可能是冤冤的 对不对 你这个男的不讲究 我们女生很爱干净 所以东哥呢 这个就不对 对吧 你要床单 你原价就算了 对不对 那么正面目想问 就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刚刚刘律师 给我们用法律上来说 说检察官 他有六道关卡要破 结果呢 到了第三第四个 就过不去了 那这个是法律上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 那个刘强东 事后发出的微博声明 给调出来 我们可以调出来看一下 对 这条 这个声明非常的长 在这里面 我就言简意概的说一下 其实这个声明就是说 我没有性侵 但是呢 这个事情 对我的家庭 尤其是我的老婆 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他自己也表示说 我是一个男人 我犯了一个男人 都可能会犯的错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 他发了 成龙上身 对 长长的声明 对对对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想到 很多名人 其实在染上了一些事情之后 他都会发布一个 类似的声明 有些呢 越发越麻烦 越描越黑 比如说我们以前的周立波事件 他就是这样子 那所以我这里面呢 就会有人发出一个提问 就是说想问一下刘律师 像你这种一个名人 他总是做错了件事 发了一个声明 到后面越描越黑 那我不发就好了 您觉得这个声明 它是有必要发 还是没有必要发的 我个人觉得是 有必要发的 当然他发声明 可能有两个原因 对吧 第一原因 就是说真心忏忽 对 当然对吧 我觉得这个要发是对的 第二呢 就是说不是真心忏忽 而是为了生意的考量 Business 为了business 对吧 我要他要发这个声明 也有可能这两个都有 对不对 这两个原因都有 但是呢 我觉得不管从哪个方面发都是有意义的 都是有价值的 因为为什么 我觉得至少显示对他老婆的尊重 不能至少感觉说 你看我在外面就是 绿都绿了 对吧 我把你给绿了 对吧 虽然呢 我们参加女王什么家里婚礼的时候 对 你穿的是白的 但人家在别人眼里你是绿的 对吧 抹茶 对吧 所以我把你 我明明你是奶茶 我把你变成抹茶 我非常不好意思 我现在把你再把你变回来 让这个绿色慢慢的淡掉 再变回奶茶 对不对 对 所以呢 我觉得呢 他发现 我个人觉得最大的一个意义呢 就表示 觉得老婆的一个尊重 对吧 不能的话 这个至少当年成龙 对吧 我们大哥发生这个事情 也表态 站出来 也站出来 表示说我犯错了 对吧 我犯错了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他发 不管 是真心忏悔 觉得对不起老婆 还是从生意的考量 意义非常巨大 然后呢 我刚才在路上过来看的时候 他发的这条点击量 已经到1.6亿 是这样 相当的 对 大家就相当关注这个事情 非常关注这个事情 但这里面有一个网友 他提了一个问题 就你看 就是说 刘强东团队 有没有可能 用钱 搞定了检察官 您怎么看 不可能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呢 这样来说 第一 你用钱搞定检察官 或者用钱搞定这个女的 因为她是最重要的证人 对 这个本身呢 会触犯两条罪名 第一呢 是非法影响证人 第二是妨碍事法公正 这两条呢 都是重罪 不让人知道就好了 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样来说 这个事情呢 搞得风大雨大 全天下都知道 不但中国人都知道 那么在美国主流社会 大家也很关注 对 那么呢 我个人觉得 检察官 也好 那么这个女的也好 包括刘强东的律师也好 包括美国的司法制度也好 包括没有人 感冒这个风险 因为为什么 你做任何一个事情 都会放在显微镜下来看 对 是这样的 然后呢 不但如此 不但这两个原因啊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 嗯 大家其实很多人问了一个问题呢 其实不是说刘强东 没搞定检察官 是刘强东也没搞定这个女的 对吧 也没搞定这个女的 我觉得不可能 传说中五千万美金哦 我觉得不可能 这样来说好了 嗯 因为第一呢 这个本身构成犯罪 像我刚才提到 那第二个呢 是这样 第二个是 如果这个钱真的是五千万 外面是不可能知道的 因为如果真的和解 那么这个这个这个和解书里面 Settlement Agreement 它里面一定会有一条保密条款 Confidentiality Clause yes 对吧 所以这个女的不可能透露 对 然后第三更重要的是什么 更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我给你五千万 合同里面写 我给你五千万 你不要出庭作证来指证我 这个合同本身是违法的 没有任何法律效率 对 是这样 因为这个合同的本意 是妨碍司法公正 是非法影响正人 这个合同本身是非法合同 没有任何法律效率 不但没有任何法律效率 这个合同会成为指证刘强东 甚至刘强东律师 这个女的 还有这个女的律师的 一个smoking gun 一个铁证 证明他们触犯 影响司法公正 非法影响正人 是这样的 那这里面你看这个网友 他继续的追问了 在刘律师回答他的问题之后 他就说 很多东西都是有代价的 我开出一个 像嘎发的一样 我开出一个让检察官 无法拒绝的理由 无法拒绝的价格 我给他一亿美金 他还会坚持所谓 应有的原则吗 就是这个网友的提问 对 再来回答好了 如果他给检察官一亿美金 是检察官同意 来把这个官司撤掉 我个人觉得 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第一呢 就是说 就以我的经验 做刑事辩护的经验 大部分的检察官 都很政治公正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呢 在像他这样一个案子 不要说一个亿 你给他一百块 他也不敢拿的 因为他拿了 他只要收了任何一丁点的好处 那么整个事情 就会被放在显微镜下来看 就会被discourse 就换句话说 如果他真的拿了钱 不管是一百块 一百万 还是一个亿 那么他将来被发现的 被抓到的可能性 非常之大 他拿再多的钱 他没有办法去享受的 没有任何意义 他自己要坐牢 怎么去花这个钱呢 IRS一查一查出来了 可能 是这个意思 就换句不但是IRS 我觉得整个是 以我做刑事辩护律师十多年的经验 我个人认为说 他拿一个亿搞定检察官 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 好的 那好的 这在这边他继续问了 他说 女的 我们来说说女方 不说东哥 我们说女方 国内的家属 有没有受到来自 国内的行政机构的压力 在国内 他应该是指的是中国 就是说女方的家属 他有没有可能是迫于压力 然后就 撤诉妥协之类的 回答这个问题 可能性几乎没有 为什么这么说 然后不要说 刘律师你怎么知道 你都不知道这个女的是谁 你怎么知道她的父母 对吧 为什么 因为呢 这个刑事检控 它的检控主体 是美国政府的检察官办公室 不是这个女的 这是刑事检控 不是民事诉讼 就换句话说 这个女的没有权利决定 没有权利决定 是不是这个刑事检控 继续进行 她在里面的角色 只是一个证人 对 她不是检控主体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假设 第二个 这个女的说 我呢 父母不管是受到压力 不管是威逼 还是利诱 还是说 我父母一直想在北京买套房子 结果东哥花了三千万 给他们在北京 二怀引力买套房子 牛逼 对吧 不管是威逼利诱 那么这个女方即使说 我呢 现在不想 坐在那里检控她了 那么检察官 检察官 如果发传票给这个 给这个当事女生 她必定要出庭 她没有选择 很多人觉得说 哎 刘律师 这个坐证人 我不想坐证 没有人想坐证 对吧 没有人 这样来说 不管中国人 还是说白人 黑人 老末 普通利根 不管是哪一个 哪一个人 就是说 没有人愿意坐证的 在美国坐证 不是一个权利 是一个义务 就换句话 你收到船票 只要他符合要求 给你十天的时间 其实收到你手上 你必须出庭坐证 你不坐证 检察官 可以要求法官 发逮捕 把你拘捕 这第二个 就换句话说 即使女生不想坐证 检察官发出什么 她必须要坐证 这第二点 第三点 第三点 在于什么 人家说 万一这个女生 拿这么多钱 我突然就跑掉了 我突然脚底妈 有跑回中国 你找不到我 你怎么找我坐证呢 对不对 那么即使这样 检察官完全可以 根据当时的证词 这个女生的证词说 她把我抢了 当时的证据 什么证据 床单 对吧 非常不甘心的床单 来作为证据 来继续 她这个官司 就换句话说 这个女生的证词 是很重要 但是 并不是必须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更重要的一点 我可以告诉你 她这个里面 一定没有拿钱和解 为什么 因为呢 刘强荣律师 现在发表了个声明 说这个女的 多次索要钱 我们可以把那个声明调出来 多次索要钱财 就换句话说 如果真的他们拿了钱了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刘强荣律师不会发这个声明的 对 他不会说你多次索要钱财 因为为什么 他实际上现在已经从防守转入进攻 之前是防 可能要反告他了 对 现在是攻 为什么是攻 这个就要看这个女的 当时多次索要钱财 是怎么索要的 并且在这里面提到 是这个女的索要 不是这个女的律师索要 对 因为律师正常不会犯这种愚蠢的错误 为什么呢 你这样来说好了 这个女的跟李强荣 索要钱财 本身不违法 这是第一 第二 如果说你全部给我 我就要告你 到高等法院去 民事诉讼来告你 作为一个民事官司 也不违法 你就说你要给我200万美金 对吧 干脆的女的说 我来个狠的 200万不够 5000万美金 这个女的可以跟刘强荣说 我要5000万美金 也可以说 给我5000万美金 你不给我5000万美金 那么我就到高等法院民事诉讼 高等法院去告你 以民事的方式 要你赔偿我5000万美金 这是第二种方式 这个也不违法 但是我们现在看来第三种 这个第三种是关键 刘强荣 怎么的 老娘今天跟你把话就撂着 5000万一分不能少 你不给我 我立刻去报警 去报案 说你把我强奸了 让你身败名裂 让你刘强东 变成刘强奸 就是仙人跳 对吧 如果他说话 当然这个是我想象的 对吧 想象的仙人跳 是不是像我这么值资本主题不一定 但如果他本质是这个意思 对 那么本身女生这个女的她这个行为就触犯明尼苏打州刑法第609条 blackmail 勒索 勒索 如果罪名成立 坐牢10年 罚款2万块 对吧 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呢 就是说要钱 不违法 通过民事诉讼作为要求 也不违法 但是通过刑事检控说 我老娘去报案 去报警 把你抓了 你坐牢30年 让你身败名裂 那么 这个女生她本身 就不管刘强东强奸她 这个是真是假 哪怕刘强东真的把她给强奸了 对吧 这个女生临死不宠 刘强东呢 当时呢 这个酒精上头 对吧 拿出我们农民企业家的干劲 把她给 那个了 对 如果这样了 即使这个强奸 这个事情是真的 那么这个女生如果通过 报警报案 把刘强东抓起来 作为威胁 来要这个钱 这个女生本身过程犯罪 说得非常的好 那这里面呢 那个网友她继续的提问 她就是说 首先就是说 首先这个女方 一个京东的CEO 和一个明州的女大学生义工 这个一看 孰强孰弱 谁是弱势群体 一目了然 所以这里面那个网友 她继续提问 她就说 为什么迄今为止 这个女的身份 我们一概不知 而为什么 就是说 连学校里的学生 老师都没有站出来 去作为证人 出来去讲话 是什么样的力量 她才能够弄 就是把她弄得 这么的悄无声息呢 让女方一点资料 都透露不出来 你怎么看 这个网友问的问题 问得非常好 我自己也有同样的问题 是这样的 我猜测 当然这个答案 是我猜测 不是说 我知道答案告诉你 而是我猜测 这个答案是什么 这个答案是这样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从刘强东那一方面 因为她现在处在 当时被刑事检控的阶段 那么她当然不愿意 发布这些讯息出来 那么从女方的观念 她也不想发布 因为她发布了 可能会引发 不必要的注意力 这里面我还想强调 就是检察官 他也强调了 就是说 为了不带给双方二次伤害 他决定不去公开 这个女方的资料 是的 其实检察官的做法 也是第一可以理解 第二也比较常见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应该是主要的原因 是这样 还有一个人就是说 请问 就是说 在美国 这类的刑事案件 就像您刚刚 刘律师说的 她说 私底下任何的contract 都其实是非法的 对 是的 那她就想问 她就说 那是不是真的 在美国就没有 这种和解的渠道 去解决这样的刑事案件 她说 就私底下根本不能和解 一定要上庭 是这样吗 对 是的 因为你私下和解 是违法 这个违法 是违法美国刑法 就换句话说 当时不管强奸是真是假 只要你私下和解了 那么这个和解的双方 都会触犯 美国刑法 至少两条罪名 第一是非法影响证人 第二是妨碍司法公正 就换句话说 之前不过强奸真的也好 假的也好 真的说 我现在给你5000万美金 我现在还是给你 两床新的原价 京东的两个床带 那么你就决定不作证 来检控我这个做法 第一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第二这个做法本身是违法的 这是 那这里面呢 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网友 他继续提问 他就说 就像刚刚 就是说现在 女方 应该是这么说 现在是京东 由手转弓了嘛 那有没有可能 京东能不能向女方 去索赔经济损失 因为据我们所知 就是那段时间的 京东的股票大跌 但是今天呢 那个消息出来之后 刘强东无罪 就是撤诉的消息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看 今天那个京东的 在Wall Street的股票 涨了 涨了那个五个点 本来从19块变成21块了 所以就是我们回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作为公的一方的京东 他能不能够 就是去反告这个女的 说他先人跳之类的 我觉得 如果京东 要由手转弓 他有两个弓法 第一呢 第一弓法是什么 他最直接的弓法 应该去报案 报案 报案是当时 这个女的 当时可能跟刘强东 也好刘强东的助理 还是刘强东其他的富豪朋友 说老娘今天话就料着 旁边可能有人听到 五千万美金 一分不能少 对吧 那个少了一分 那么你 我们走着瞧 我一定会让你身败名列 刘强东 变成刘强丹 一辈子死在这个 明州的监狱里面 是吧 反正 老娘 烂命一条 就是穷学生 你看着办 我刺脚的不怕穿鞋的 如果当时呢 这个女的当时有证人 证明这个事情 这个本身构成刑事犯罪 构成blotmail 明州刑法第609条 第609条 罪名成立 最高刑期坐牢4年 罚款2万块 2万块很严重 他强调的是经济损失 我来解 我会回答经济损失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第一种工法 应该是最直接的 最好的工法 第二种工法 刘强东呢 他可以 可以在明尼苏达州的民事法庭 提起民事诉讼 说你故意整这么一出 明明没有强见你 明明当时你跟我说的 你明明当时跟我说的 你一直很崇拜我 你觉得是英雄 对吧 你一直在想 然后如果哪一天能看到我 能够跟我共度良宵 这是你此生最大的愿望 到后来你居然设些人跳来跳舞 翻咬我一口 翻咬我一口 害得这个我老刘阴沟里翻船 对吧 一事英明 全部带到马桶里去 对不对 那么你太坏了 我要告你精神伤害 指第二种民事诉讼 是的 那么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民事诉讼呢 他可以告 但是呢 不一定会赢 因为为什么 因为呢这个事情 虽然呢明州检察官办公室 所决定做了不检控刘强东 的这么一个决定 不代表刘强东没有强奸 为什么 什么意思 人家说刘律师 很糊涂的 一下有一下没有 什么意思 根据 根据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这种铁证如山的证据标准 检方达不到 所以他没有检控 但是如果民事诉讼 这个民事诉讼 这个女的如果告刘强东说 虽然说 虽然民事诉讼 都警方犯过你 但是我个人要告你 嗯 对吧 那么他的标准就变成 我们叫做proponerance of the evidence 什么意思 哪个证据多 证据多为胜 就只要我的证据 说服力比较强 多过你的证据 就换句话说 给我感觉我超超过50%以上的成功力 那么我的民事官司就会赢了 嗯 最好的例子 OJ Simpson 辛普森 辛普森 当时呢 这个呢 涉嫌枪杀 这个他老婆 还有肩负 是吧 结果呢 这个刑事检控 他一级谋杀 没有成功 结果后来呢 他老婆的家人 他老婆的家人 Nicole Simpson 告辛普森 Run for death 就是你把我女儿杀了 如果你不把她杀了 那么她可以以后 跟我养老的 可以给钱给我用的 对吧 带我到欧洲去旅游的 到杜白去旅游的 现在你把她杀了 我杜白去不成了 我最多只能去Cinnew Hills 对吧 呵 对不对 我去杜白的梦想 破灭 完全的被你破灭了 然后告OJ Simpson 据说他民事官司行政 就换句话说 OJ Simpson有没有杀妻 从刑事的层面 他没有杀妻 从民事的层面 他有杀妻 是这个意思 因为为什么 刑事的举证标准 是beyond reasonable doubt 换句话说要铁证如山 几乎100% 但是民事检控 是perpulence of the evidence 换句话说 超过50%就可以了 100达不到 50达到 就可以了 所以 我也希望京东方面的人 来听一下您的意见 嗯 这个是几种公法 嗯 对不对 那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继续看那个网友的问题 我们发现网友对了刘强东案的问题 真的是非常多呀 就是说 你看现在除了刘强东案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呃 非常热议的华人 就是孟晚舟嘛 那我们现在呢 有一个网友提问 他说刘强东被抓和孟晚舟事件等等 以及现在美国控告中国黑客等等一系列的行为 是不是美国针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 他联系的东西很广啊 你怎么看 这个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本身不成立 嗯 又为什么 因为我个人觉得孟晚舟事件有政治因素 刘强东事件完全是 我对这个事情呢 认知跟政治没有一定点的关系 嗯 是的 所以刘强东事件呢 对的 也不是 对是的 因为很多人呢 他呢 对美国的制度不了解 因为第一呢 这个两点 美国他是三权分立 司法独立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联邦政府跟州政府是完全不同的两条线 对 州是州的 联邦是联邦的 就会常常发生州政府跟联邦政府互相互告 好我们很多州的检察总长去状告川普总统 那么很多人呢 就是说他很难理解这种作业方式 但是根据美国的这个制度 第一三权分立 第二联邦制 所以这种做法呢 在美国第一呢 是非常普遍 嗯 然后呢也是完全可以理解 是的 刚刚那个刘律师说到三权分立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都知道三权分立啊 司法 行政 还有立法 就是说 但这里面的那个网友就提问了 他说三权分立中 检察官 这个position 他是属于司法呢 还是其他的那个行政部门 就是说检察官如何能够如何能够不受行政的干预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很大 我这样来说好了 我这个简略的说一下 好了 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联邦的层面来讲 我们讲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 检察官办公室 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 它实际上大方向来说 属于行政部门 美国司法部 原邦检察官办公室 属于美国司法部 美国司法部属于行政这一块下来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特别检察官 那个末日 末日 末日他应该是行政这一块的 但是他作为独立检察官 他实际上就不是行政这一块 他属于司法这一块 他有司法权 对他来调查总统 因为很简单 如果他只是总统的一个下属的下属的下属 他根本没权利这么做的 总统一个小子 就把他捏死 对吧 也试图把他捏死 但是没把他捏死 所以当时他叫Jeff Sessions 认为说 当Jeff Sessions是司法部长 理论上来说是莫勒的上司 他叫Jeff Sessions来搞定这个事情 Jeff Sessions说 我不干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三权分立 对吧 所以Jeff Sessions现在关于做不成了 所以呢 大方向回答这个问题 司法这一块 大方向随行政部门 但是遇到特别情况 他会有司法的一个决度出来 就好像现在特别检察官这个事情 对 就像当年那个Stock 那个特别检察官Stock 来调查克林顿 对 这个跟莫尼卡罗恩斯基 在这个白宫的这个 对 行为 对各种各种细节 对对对 那我们这个白宫的清洁工 要加班 对吧 这个太不对了 产量挺大 对 那么 那这里面呢 就是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笑一下 没有没有 我在笑这个网友的问题啊 他问得非常的好 就是我 我就觉得这个实在是大家讨论的 就是有声有色 就是 那个 这里面就有一个 刘三哥 这个网友 他就说明州 只有几个检察官吗 还是说 这个案子是有几个检察官 组成的呢 还是说像穆勒一样 他就有一个特别的检察官出来 去对这个case 像 这类案件的话 一般就是 他这个 就是一般的检察官 不是像莫尼这种特别 或者史达这种特别检察官 他一般的检察官 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那一般检察官不是说这一个人来决定 他们一般是一个小组 他里面会有一个主管的检察官 对 然后下面呢会有两三个 这种小检察官 然后呢 可能还有其他的辅助人员 一般来处理 这种这类官司 这个不但在明州这样 在加州 在纽约州其实都大同小异 这样 对 是这样子 那这里面呢 这里面就是刚刚 还是这个网友的问题 就是说他说 该女生如果有讹诈的嫌疑 这一类的案件 所以说 就像您刚刚律师提到的 就是说 这也是属于刑事案件 还是说他 如果这个女 这个女 涉事女主 他涉嫌blackmail的话 他也可以变成民事诉讼的 对 他这个涉嫌讹诈 他既是民事 也是刑事 刑事的层面呢 就是违反明州刑法第609条 坐牢4年罚款2万块 所以这个 这是刑事的部分 民事的部分的话呢 如果是额账 本身呢 可能从民事的层面 构成精神伤害 那么呢 李强东也可以在明州提起民事诉讼 那么我个人觉得 刑事他比较聪明的做法 应该 现在 应该乘胜追击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股票 这阵子真的跌的不少 他觉得时候我必须 对 下面再多几个动作出来 把股票再拉伸一点 出版了还有利益原因在里面 对 是的 这里面呢 网友说 有人预测 两年内 奶茶美眉和刘强东 会离婚 刘强东 刘强东你怎么看 这个大家呢 我是再三声明 我呢 是刘龙珠律师 律师 我不是Dr. Phil 对吧 也不是Opera Winfrey 也不是月老 对吧 大家如果把我看成这个Opera的中国表弟 我呢很谢谢大家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不会 对吧 那为什么 要你早就离了 你看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抹茶妹妹 对不起 奶茶妹妹 一声不吭 对 对吧 所以呢 没有发表任何的言论 可见 这个 我们的这个奶茶妹妹 在她的观念认为 她心里 已经认为说 我日子还在跟她过的 对吧 老公犯了错 我原谅她 我想跟她继续过下去 已经犯了 这个行为已经非常明显了 第一 啥话没有 第二还一起 出席 那个英国的那个皇家 英国的皇家活动 对吧 所以这个很明显 嗯 所以更多的 就是说 奶茶妹妹选择了 风雨同舟 对 是的 嗯 那么 某种程度来说 你知道现在国内啊 她那个 某种程度上 又冒出了很多女权意识的人 她就认为你奶茶妹妹 你这种就是在纵容男人去犯错误 男人这种错误就不值得被原谅 就不能够有任何的空间 只要男人偷心 嗯 不原谅 嗯 那但是奶茶妹妹她选择了一个相对来说 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老公不是刘强东啊 他们的老公没有三百亿啊 也是 对吧 他们老公银行账号仔细看一下 原来发现三百还不到 跟别人说三百亿 除了钱 我早就想把你甩掉了 居然还逼着我到外面乱搞 除了钱的因素 有没有感情的因素在里面 我觉得应该可能还是有 我觉得当然还是有 对吧 我们毕竟奶茶妹妹她这个主打 就是她的这个 贤惠 贤惠 她的这个境界 对 她的这个数字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 当然我是开玩笑的 我觉得每个人观点不一样 这个事情没有对错 这个 这个当然一方面很多人呢 可能遇到这种情况 早就跟老公分了 可能一方面 老公没钱 本来就要算 第二方面可能觉得说 老公也很有钱 但是呢 我这个人呢 有疾癖 是道德的疾癖 我眼里有不了沙子 有这样的人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本身没有对错 横看成岭 侧成风 每个人观点不一样 对吧 这里面有一个网友提问 澳洲的豪宅不是卖了吗 这个网友呢 我可以回答您的问题 就现在呢 也是的 刘强东跟奶柴妹妹的婚房呢 澳洲的豪宅 它的确是挂牌出来了 但是呢 还卖不出去 虽然那个价格 已经据说跌了100 还是200万的澳币 但实在是还是卖不出去 太贵了 这种房子当下是卖不动的 也是这么说 那这里面呢 都有继续网友其他的问题 他就说 这个案子中 刘强东的律师 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起到了一个律师该起的作用 冲在客人面前 为他挡刀 为他挡子弹 对 所以 其实我觉得这个网友 问的更多的是 想帮那个 我们的粉丝去 科普一下 普及一下这个法制意识 就是说 你看他说 刘强东的辩护律师 他是完全有检察官决定这个案子呢 还是说刘强东的律师 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也就是说 他想知道律师跟检察官这个关系 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是仅仅是说 我提供证据给你 你负责去审 还是说有另外的一层 别样的法律关系的能力 我个人觉得呢 这个 刘强东律师跟检察官 应该 没有私人关系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真有 就后来刘强东律师 发表了很多话 立刻呢 警察跟检察官就出来打脸 说根本不是的 我个人觉得呢 这种他们有私人关系 肯定性非常小 只是一个 专业的一个工作关系 我帮我的客人辩护 那么你作为主控方 他可能会想提供更多的证据 说我给你看 我的客人 为什么没有强奸他 对不对 然后当时的证人 当时的情况 证据证人 他可能去 代表他的客人去做 更深层次的阐述 是这样的 我个人觉得呢 这个是一个单纯的工作关系 就是说的是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关于刘强东的案子呢 我们也从各个的各个角度 刘强东那一方 设施女主那一方 经过了各种各样的分析 对于这个案件呢 我们可以这么说 基本上呢 要告一段落 画上句号 那么刘律师您最后 就是说 在我们去到下一个话题之前 您对刘强东案 还有没有什么最后的看法 当然 除了这个 买军东股票以外 另外一点呢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呢 这个 大家呢 一定要注意 从这个成龙 刘强东 对吧 下一个 嗯 对不对 那死一柱可能性当然不大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大家还是要认识到一点 英雄呢 都市死在沙发上 而不是死在沙场上 所以呢 给大家的忠告 有四个字 远离沙发 且生自爱 嗯 好了 那么我们在进入下一个话题之前呢 我们这里面有一个 网友提出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 仍然是关于律师的 就是说 如果没有钱请好律师的话 这个案子是不是就 不一定打不赢了 这个有点 这个句子 就是说 我这么说好了 就是说 您觉得 所谓的一个案子 一个好律师 跟一个坏律师 他的那个价码之间 会差得很远吗 对 是会差很远 为什么呢 嗯 因为这个 涉及到你的行业啊 对 会关系到你的绅士 嗯 是这样的 请一个好律师跟请一个好律师 是一样的 没钱 你没办法 你有钱了 你不是说我请个差不多律师 你要请 你认为钱可以买到的最好的律师 哦 是这样的 这个逻辑 因为你换句话说 如果你进去了 像我们东哥 当然这 没进去也不会进去 嗯 就说如果你在那里进去了 你有三百个亿 还不如人家呢 没进去 但有三百块 嗯 对吧 我可以出去买个牛肉卷饼啊 吃个什么羊肉面呢 对不对 嗯 你在里面只能吃那种冰冷的 两个礼拜之前的三明治 Oh my god 是不是这样 是的 嗯 那这里面呢 我们就觉得非常感谢啊 所有的网友这种地方热情提问 但是呢 我们现在呢 要进入下一个话题 那这个下一个话题呢 说是跟刘强东有关 也不是 那你说他跟他完全关系一点没有吧 也不能这么说 啊 我们先来看正题 那个12月16日啊 那个史玉柱 也是中国的另外一名著名的企业家 他发微博表示 我们可以把那个图片调出来 下飞机到了傲慢的美国 在美期间 我的纪律 一不喝酒 二不惯异性酒 三不结识女留学生 四不与异性同处一世 如果违反以上任何一条处烟刑 哎呀我的天 这可以说是下了个毒势啊 我们年轻人的画者 这个这个立得非常的狠啊 所以就是说 哎你看 这一篇短短的微波 我就试个字 寒沙射影 射谁呢 是不是我们刚刚讲过的那一位 我觉得也没有别人了 所以这里面呢 我就想问那个 对我觉得这个不是寒沙射影 这个是直接挑战 指名道姓 对指名道姓 嗯 是 那就是说你看 我们这个史玉柱 他可以说是有了个前车之鉴 他就发了一个这样的微波 我想说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在对刘强东的一种insult呢 还是他还是在做自我的protection 就是说我也是企业家 但是我呢 就不会做这个事 那个事 那个事 三件事等等 刘律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呢 这个老死呢 我认为是这样 老白金啊 对我认为老死呢 因为他如果自己呢 说我给自己定下这么一个规矩 嗯 你为什么要发这微波 你给自己定就好了嘛 对 老死呢实际上呢 是呢 看到我们这个优秀的中国农民企业 刘强东 嗯 对吧 老马尸体 在美国 阴沟里翻船 哎呦喂 绝对呢 痛心疾首 所以呢 他也不希望他成为下个刘强东 他也不希望其他人成为下个刘强东 嗯 所以呢 他呢就非常 忧国忧民 发了这么一个微波 先立个牌坊 对 嗯 对吧 然后呢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他起来个什么作用呢 就表示说 我老死 葛雷强东说完全不是一路了 我洁生自爱 是的 嗯 对吧 这牌坊我敢立 对 是的 我还敢告诉你们 嗯 是的 那么那么但是你说 这个呢就有点呢 这个当时陈雨凡出事 胡怀全 第一时间跳出来 为什么 对 十问 为什么 对吧 痛心疾首 嗯 垂胸顿足 对吧 泪流满面 嗯 为什么 兄弟你不告诉 嗯 对吧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这一篇微博 嗯 他多多少少 难道没有一点 落井下石的意思吗 因为你看那个微博 什么多多少少 当然是落井下石 对不对 我讲话 如果这个不是落井下石 是不是太温柔了 太温柔了是不是 啊 那你看就是这个新闻嘛 他是12月 他这个微博是12月16号发出来的 你看我们今天是21号 不是因为老死看到说明天结果就出来了 万一没事的话 我发出去没有意义 就必须 等结果出来之前 最后踹他一下 先发一条 对吧 先发一条 是对吧 这个孙子两年前说我是土豪 嗯 对不对 但这里面呢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看他下飞机到了傲慢的美国等等 他没有指名道姓 虽然说我们都知道这四条是在针对哪一个人去立的 但是我们 他他没有指名道姓 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既然不指名道姓 就说明 一刘强东可能犯了这个错误 但还有一折射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可能不仅仅刘强东犯了一个这样的错误 所以我就想说啊 这里面是不是说 反映出来了 就是男人 只要有钱 他就有可能去犯这四个错误 就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一说 为什么那么多的企业家他背后 我觉得从人性的角度不能这么说 但从受性的角度可以这么说 对吧 受性的角度 是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呢 他本身就我的一直观念 就是人就是猴子 对吧 他身体里面总是一种很原始的动物性的这种层面站 你不管他多么一些穿的衣冠楚楚 就比如我们的这个东莞来的James 对吧 穿着西装打着领带 也比如我 对不对 也是一样的 每一个人 我觉得他身体里面都有受性的层面 你人的一生 其实不断的要控制 要疏导你的受性 嗯 然后呢 向人性的光辉迈进 嗯 这个呢是一生的功课 一生的增长 所以很多人呢叫天主教 很多人呢他呢就有这个习惯 要忏悔 去忏悔死 他上次说的一句话就是 Forgive me Father For I have sinned 就是说 请原谅我 有罪 有罪 因为我是有罪的 他说的罪的意思 不是说我昨天 偷东西了 我前天杀了一个人 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样的罪呢 而是原罪 什么是原罪 就是说他身体里面流动的血液 嗯 就有犯罪的细胞 他虽然现在还没犯出来 但是随时会犯出来 所以我们要时刻警醒 三行无声 嗯 是这样的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刘强东事件呢 这个也给大家一个教训 嗯 就觉得呢 刘强东 你是刘强东 嗯 他可能呢我们东哥 一看自己的名字 老上报纸 对 老上排行榜 欢呼之间 以为自己是刘德华 嗯 对不对 照到镜子感觉都是两个眼睛一张嘴 不是 不可能成为刘德华 嗯 什么意思 刘德华的精髓 在于他不认为是刘德华 哦 不是他的长相 不是他的歌异 不是他的地位 是他的为人 是他认为 嗯 我是刘德华 但是我不认为我是刘德华 这才是刘德华的精髓 哇 这话挺玄啊 是的 对对 因为我业余算命 哎呦 哈哈 那我们这里面我们继续看史玉做这条微博 他历了这四个flat 某种程度让我想起一句话 叫做君子不立于威强之下 嗯 对吧 我不出去喝酒 我不出去接见女士 不要花田里下 对 这是吧 我就不去 我就不碰这些人 我就不去那种场合 我就不会犯这种错误 是的 但是我不认为每一个人都能像史玉珠这么清心寡欲 嗯 我们有些人 就像我们说了 人跟猴子没有什么区别 既然我是猴子 既然我是人 我就有欲望 嗯 那么我们在对待欲望的时候 比如说我真的身上腰包鼓鼓了 有几个钱了 真的有有几个人过来跟你投怀送抱的时候 刚好老婆又在太平洋的另一边 这是一个男人的一个卖不去的看 英雄难过美人观 我们就想请刘律师 用业余算命的水平来讲一讲也好 法律的来讲一讲也好 怎么样去做到真正的 在诱惑面前 就已经面对面了 我去 老死答案已经给我们了 嗯 处焉行 处焉行 对是的 对吧 这个之前呢 其实这个 这个智慧一直都是在的 要练神功必先至功 是一个道理 对吧 所以大家呢我觉得 以呢 希望呢 东哥 这个事情呢 为界 对吧 你是刘强东 不是刘德华 你是刘龙珠 不是刘德华 嗯 大家千万 要小心谨慎 生活 如履薄冰 嗯 这样 你虽然也不能成为刘德华 嗯 但是你也不会成为刘强东 嗯 对吧 对 但是我仍然觉得就是作为一个男人 就是会想就是我为什么不想成为刘强东 我觉得如果你问每一个没有刘强东有钱的男人 他们都想成为 不是你你你不想成为刘强东 嗯 这番折腾嗯 当然每个人都想刘强东的钱 但是不想有刘强东的这个遭遇 嗯 我指的是这个意思 嗯 James 我发现你这个虽然 嗯 你能不在已经离开了东莞 是 但东莞我发现永远在你的血液流淌 在我的心 对吧 那句话怎么说 中国的男人不是在东莞 就是在去东莞的路上 嗯 但是这句话已经是过去世啊 现在东莞 啥也没有 除了 那个怎么 烧鸭赖粉 挺好吃的 嗯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 这个 还是就是这个问题啊 我们就是说 我总觉得史玉柱 刘强东 马云 马化腾等等这些人 他跟老百姓他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就是说 我们会不会某种程度上 对这些所谓的企业家也好 公众人物也好 名人也好 就是说 为什么他们犯了一个错误 就要被人骂 因为今天我转发这个刘强东新闻的时候 我底下有一个男性的朋友 评论到 他就是说 你看 他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但正是因为他是刘强东 所以才会得到这么多的指责 很多的男人 他没有名气 但他自己也犯这样的错误 但他仍然就是 逃过了这个 这么多的道德的指责 不是 我觉得他为什么能犯这样的错 嗯 因为他是刘强东 他为什么会被人指责 也是因为他是刘强东 因为为什么 如果打个比方 不是刘强东 你比如打个比方 自己住在家庭旅馆里面 口袋里翻遍了 没有二十块 嗯 这个女生会带你回她的住所 也是 对吧 嗯 然后会让你在他家洗澡啊 然后他在脱瓜衣服的床上看着你啊 嗯 背后肯定有啥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换句话说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还是这样 嗯 这个呢 嗯 天下的事情 天下的事情 它一定 是 盛极必酸 嗯 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刘强东 从农民企业家 成了世界巨富 嗯 内心会有个落差 我觉得是这样 然后呢 他呢 就觉得说 哎 因为为什么 我觉得他呢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跟女留学生勾搭一下 嗯 他呢可能是什么 他要想证明 我 不是刘强东 我是刘德华 我不用花钱的 我什么都不需要的 我有这个魅力 但是呢 他忘记的是什么 他忘记了刘德华的精髓 不是因为刘德华是刘德华 而是刘德华认为他不是刘德华 嗯 刘德华不是刘德华 是真正的刘德华 嗯 刘强东 认为他是刘德华 实际上 反而不是刘德华 他是刘强东 对 嗯 我觉得渐渐的 我开始懂得你这句话的意思 嗯 你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是刘德华 但我不是刘德华 这是一种自信 嗯 是的 因为为什么 我不会觉得说 哎 因为我是刘德华 我就可以 有 有个deal 对吧 就是你 就要投怀送报 你呢 就要对我佩服的五体同地 受惯人羁羊 你就要把衣服脱光等我 嗯 对吧 我不会这么认为的 嗯 是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子 美国 没有免费的午餐 嗯 是的 嗯 是这样子的 嗯 那就是说 那 如果我们说史玉柱 他这一条微博 他更多的 您觉得他更多的是在告诫呢 还是在讽刺呢 当然是讽刺 讽刺 讽刺的 当然是讽刺吧 是吗 对对对 我就有点觉得说哎 你做这件事你被人发现了我 我没做又或者说我做了我没有被人发现 受我可以这样子说你是这个意思吗 是啊对吧 我觉得史玉柱也好 为什么你都在那个份上 你为什么做人做的微微缩缩的 我想讽刺就讽刺 就要问余敏红 连说八个他妈的 嗯 那为什么我都是余敏红了 余敏红了 我还不敢说他妈的 那么我就我做余敏红有什么意义呢 对 我做余敏红的意义 就我可以连说八个他妈的 不管你们他妈的怎么行 in public 对吧 我成为史玉柱的精髓就在于说 我可以到处讽刺挖苦 我也不在乎你们怎么看 我已经是史玉柱了 如果我还想你担心你们怎么看我 你们可能觉得我讽刺挖苦 那我做史玉柱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嗯 对不对 我他妈就不做史玉柱 对不对 是啊 但是你看 在老刘这么艰难的情况下 他这样子去补一刀 嗯 就是有点 不仗义呢 还是太不仗义呢 什么 为什么要仗义 他们本来也不是兄弟 是什么仗义呢 是不是竞争对手 我觉得 做人成功 最大的 一个好处 就可以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 为所欲为 嗯 女生不要同处一致 嗯 微博上讽刺挖苦还是可以的 不违法 对吧 我觉得做明了两大点 第一 违法的事 嗯 不尊重人的事 耍流氓的事 要鲁鱼薄病 嗯 对 在不违法 嗯 然后 不违反道德的情况下 要为所欲为 那不能成功有什么意义呢 嗯 十一柱 几百个有什么意义 对吧 我就可以想说什么说什么 嗯 那我们现在呢 关于十一柱 关于刘强东 关于中国的企业家 这个话题呢 可能就要告一段落了 我们下一个话题啊 也是最近 发生在 中国广东的广州 非常非常火的一个话题 这个是关于 陆思讯网络上流传出了一系列 广州十三行的视频 引发强烈关注 视频显示 在中国广东省广州市月秀区啊 部分民众和被害人家属聚集在当地派出所前 高举喊冤的白条服 要求警方严惩凶手 什么情况呢 我们再来继续讲 据网络爆料 北京时间12月16日 在广东省广州市月秀区 月秀区大同商务大厦9楼的阳台上 有三名年轻人遭到了该大厦8楼161号商户许静 其男朋友带领了四位黑道杀手的殴打 其中一人在被殴打半小时候丧失意识致死 随后被他们从酒楼的阳台扔下 而另外两个人则被殴打成重伤 这位死者名为黄伟鹏潮善人 年仅20岁 而造成这一惨剧的原因 竟然是店铺东北女老板娘许静怀疑 黄伟鹏在看管仓库时坚守自盗 私自的偷仓库里存好的衣服去倒卖 那决定要惩治一下黄伟鹏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视频 我说那个打死人那个地方 13号吗 新中国13号干嘛 这就是13号 这就是13号 今天就平息了 没事了 平息了 该打货打货 该上货的上货 就跟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似的 类似事情似的 没有了 平息了 他没了 高兴 他没了 没有了 他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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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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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法律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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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